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的桃园选情 真的是诡诀多变 因为郑云鹏想要甩开林志坚 现在职工张善政了 那他拿的其实是2019年 当时张善政呢 帮这个宜兰县长林之庙站台的照片 那林之庙因为这个贪污必然被起诉嘛 所以郑云鹏呢就开打了 就说面对林之庙贪污涉贪一事 张善政视而不见甚至装听不懂 如果国民党执政 民众如何相信蓝营 国民党常在桃园做土地炒作 让市民跟地主蒙受不摆损失 最有名的就是把这个蹄塘做变更 拿去获取暴利 如果国民党再回来会不会重演呢 不过张善政倒是赐了两拨千金 他说这应该不是在讲我吧 应该是在讲郑文燦 结果郑云鹏这一打难道有打歪了吗 反正郑云鹏成了朱队友吗 先看到这个部分就是 但是现在郑云鹏直接拿了林之庙 的事情来供张善政有用吗 因为他就说2019年张善政 挺林之庙等于挺刊污 那我按照这个逻辑 那蔡英文不是也就是挺抄袭吗 你郑云鹏不也等于挺抄袭吗 不是一样的逻辑吗 现在民进党在进行的是本来他的预定计划 这本来就是他的脚本他已经进行到第二章第五页了 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说本来的进程 本来他就在走这些步骤 林之庙几号要起诉林之庙几号要上场 林之庙甚至 我跟伟安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飞文几号要上场 其实六月底已经买好杂志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不过全部被王洪威打乱了 全部被王洪威一个人打乱 民进党如果真的这一次 输得很惨 2022如果国民党再拿回16席以上的县市长 我直接给王洪威这次一个定义 他叫2022版的 寒流 我跟各位说 王洪威就是洪流 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民进党正在进行的林之庙 几号起诉林之庙几号呢我看这条发这些文 本来郑运鹏 脚本其实都写好了 对 郑运鹏本来发的文应该是要林志坚发的 本来是要林志坚在这个时候8月26号25号 正要开始修理林之庙 林之庙预定了在8月中起诉 8月中起诉完之后 8月20几号开始接 因为为什么 8月29号登记 听懂了吗 29 30 31 32 9月1号9月2号 5天登记 今天那时间是不是刚刚好 我赞你要去登记的这些人 钱 你准备登记是什么意思 登记是上战场 现在没有登记之前这些人都是提名 我准备用这些人上战场 但是还没上战场 但是8月29号到9月2号 这些人准备上战场 结果 没想到一还没上战场 就先阵亡 林之庙先阵亡 张善正在阵亡 一个一个砍 最后呢民进党 整排出来 我们去登记 然后 郑文燦 领着 林志堅 然后再跟陈时中 全台9月2号上战场 然后国民党呢 毕案缠身 对不对 然后呢张善政炒作土地 然后整个铺干大气出来 这是原本他的剧本 所以林志庙本来就在这里面有角色 全部人在这一场里面都有角色 只是被一个人害死了 那个人就是当今 现在在松山信义选的王洪威 而王洪威 他不像韩国瑜一样 整个县市跑 他只要他只把他记者的工作拿出来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而且该丢什么 该剥洋葱的 该议题设定的 他非常的准确 第一时间爆料 第二时间引用学术伦理 把学术伦理拉进来 把台大想要再反扑的心没有 学术伦理第三波 把中华大学 最后的希望都扑灭 明日之间挂掉了 所以如果这一次 2022国民党真的选得漂亮 真的应该要感谢王洪威 2018有韩流 叫韩国瑜造成的一股潮流 我跟你讲 2022就是洪流 王洪威就是2022版的韩流 真的所有候选人 要得跟我洪威讲一句谢谢 我真觉得这个 料不是他的 我知道 因为当初的料是从新竹出来的 绿营某一个 几个人 不是一个人 几个人 分别丢给新党的 你就知道有谁跟新党不错 先丢给新党 然后丢给国民党 国民党还不是宏威第一个接 丢到里面 然后再传回台北 宏威接了之后 因为宏威懂怎么操作 而且他也是算前面 三四个人拿到资料 收集 所知 出来 编排 编排议题设定 今天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波 如果你看这些剧本的上演 威力 如果我刚刚讲的剩下十分之一 几乎快要消失殆尽 如果没有王洪威 我们今天拿掉消去法 今天没有王洪威 没有这个论文门 没有新竹球场弊案 没有这些东西 请问一下 这个又变成主旋律了 这真的会很有威力 林芝妙贪污 对不对 然后开始郑运鹏开始写出来 原来那时候 他是为了要帮韩国瑜 跟张善政铺路 把2018年拉回来 然后讨厌韩国瑜的人 再集结 力量大不大 当时桃源 是所有韩流 唯一没办法摧毁的 还记不记得 当时陈学胜 韩国瑜连占三次台 都还没办法拉下来 郑文灿 所以韩流由于没办法兑付的 就是桃源 所以如果他们 把整个韩国瑜再拉回来 讨厌韩国瑜的气氛 然后再加上 林芝妙的弊案 然后再把大家记忆一拉开 你看韩国瑜当时 就跟林芝妙在搞这些 我想桃源今天险情 大概不用玩了 那有志 这个剧本也不是事先写好的 就是郑保卿的参战 因为你知道吗 黄伟汉这里边 一直在预告说桃源会有大事 只会有大事 那他的大事呢 原来就是这个 绿白和郑保卿 要批白袍参战 不过呢 现在是破局了 郑保卿上午上节目的时候 就说现在跟民众党 没有合作的空间 也没有柯文哲 要站台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说 他个人参选是小 怎么让台湾往前走势大 他只是打第一枪 希望大家一起走 好那先看到这边 因为本来听说 郑保卿和赖湘林要合作的 不是赖湘林选就是郑保卿选嘛 结果后来因为条件谈不容 那郑保卿他就觉得我不要 我还是要挂五党籍 那我来选 那民众党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次就没戏唱了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在桃源 这一局是四角都 那四角都的话 那当然也有人像 所谓的两大两小 我不知道所以这个结局 很难预测了 郑保卿会不会出来 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把握 哦还有变数是不是 因为本来说明天会宣布嘛 对因为 我不晓得 我不确定啦 因为跟他节目多次 然后下节目的时候 我特别问他 我说你真的会 他说为了理念他会啦 但是如果真的要算到实质效应 没有意义啊 那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投入这场 他所谓没有意义的选举 那如果为了理念 他的理念就是 因为他是开草元老 我所认识的这些开草元老 对民进党这三个字 跟我们现在认识的民进党 是不一样的 以前这些郑保卿 哪怕魏云的父亲 然后或者是 我们姓甲兄 这些包括我很敬爱的卢修一 这些人讲到民进党 绝对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我想要骂他这种民进党 是郑保卿眼中这种民进党 郑保卿是民进党里面 唯一良心还在的 在桃园还可以拿得出来的 当然他没有存在感 你去问桃园的这些议员 讲到郑保卿 最后的人说 就老了 不知道怎么 不是那种哇 战将什么 不是 可是真的只要在地 桃园的老民进党们 讲到郑保卿还是肯定的 但是他的杀伤力有没有到 可以吹起圈堆雪 其实我觉得还有待 有待大家去思考 可能 郑保卿如果不出来 可是他没办法宣导理念 那出来也没什么不对 如果他有三百万的话 但是我在想 郑保卿当时 我听到的小道消息 跟伟汉可能不是很太一样 因为伟汉是一父已经在一起了 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两个要结婚了 而且准备稳定了 桌子都摆好了 那你听到是还在暧昧吗 我听到的是民众党有提出感染枝 但是郑保卿 男友情没有意 但是现实状况两个就不可能结婚嘛 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这个婚应该结不成 但是至少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诚意嘛 至少赖湘宁不能没有存在感啊 至少郑保卿要跟赖湘宁结合是个议题啊 所以民众党那边有人说好 对不起我这个用词 如果有得罪民众党别介意 我们来炒一波新闻也好啊 他就只是想要一个话题 所以确实有没有成功 有在伪汉的推波助燃之下 有成功造成一个 哇桃源啊大事情发生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一些人 在旁边听起来就 大事 你们八字都还没一撇呢 旺旺水神抗菌疫 他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